148.21世紀經濟報道 聖從聖適宜M2增速超預期回升表外融資同比大幅萎縮1.83萬億 2015年7月15日金融09黃曉道獨央行報告顯示 6月末 廣義貨幣M2元額133.34萬億元同比增長11.8% 增速比去年末低0.4個百分點 合而貨幣M1餘額35.61萬億元同比增長4.3% 增速比去年末高1.1個百分點 M2的增速大幅高於市場預期 此外 M2在二季度也從4月份的歷史低點10.1%續月回升 5.6月份分別回升0.7和1個百分點 增速達到10.8和11.8% 建習記者黃曉北京報道 7月14日 中國人民銀行公布2015年上半年金融統計數據報告 報告顯示 2015年上半年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8.81萬億元 比去年同期減少1.46萬億元 這一增量的下滑 主要是受表外融資大幅萎縮的影響 報告還顯示 6月末 廣義貨幣M2元額達到133.34萬億 同比增長11.8% 增幅超出市場多數預期 兩行調查統計師師長勝松誠表示 M2增速回升主要和央行連續降準 降息有密切聯繫 而企業融資成本也在降準降息後持續下降 下一步 兩行將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 更加注重松緊息度和與調微調 為經濟平穩增長與結構調整 提供充足和適度的流動性 表外融資萎縮拖累社融增兩樣行報告顯示 2015年上半年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8.81萬億元 與近六年來同期的平均水平基本相當 比去年同期少1.46萬億元 增量減少的主要原因在於表外融資大幅萎縮 統計顯示 上半年實體經濟二委託貸款 信託貸款和未貼現銀行成對匯票方 適合計融資5933億元 比去年同期大幅減少1.83萬億元 佔同期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的6.7% 比去年同期低17個百分點 而一般情況下 這一佔比約為25% 最高時增接近30% 信重誠表示 表外融資大幅萎縮 與防範金融風險意識增強 金融監管力度加大有一定關係 金融機構大量表外業務轉移到表內 這種結構性調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融資風險 縮短融資鏈條 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將有利於金融機構的穩健運行 增強金融機構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 此外 地方政府債務支援也在一定程度上 影響人民幣貸款和委託貸款 信托貸款的發放 從而影響社會融資規模 儘管一 二季度社會融資規模增量均同比下降 但近幾個月數據正在逐月回升 成為一目兩色 社會融資規模增量在4月 5月 分別為1.06萬億 1.24萬億為1.86萬億 勝從成表示 此說明整個社會的流動性在逐步增加 此外 社會融資結構也有所優化 直接融資佔比明顯上升 上半年 非金融企業境內債券和股票合計融資 1.35萬億元 比去年同期少1,379億元 佔同期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的15.3% 創歷史同期最高水平 比去年同期高0.8個百分點 其中 企業債券淨融資9,286億元 比去年同期少3,751億元 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4,245億元 比去年同期多2,372億元 增長1.3倍 實體經濟通過直接融資的比例有所提高 表明融資結構有所優化 M2增長11.8%超預期 央行報告顯示 6月末 廣而貨幣 M2元額133.34萬億元 同比增長11.8% 增速比去年末低0.4個百分點 合而貨幣 M1元額35.61萬億元 同比增長4.3% 增速比去年末高1.1個百分點 M2的增速大幅高於市場月期 此外 M2在二季度也從4月份的歷史低點 百分之10.1續月回升 5、6月份分別回升0.7或1個百分點 增速達到百分之10.8或百分之11.8 對此 姓崇誠表示 借和人民銀行近幾個月以來連續降準 降息有較大關係 具體看 M2增速回徵主要有4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 各項貸款同比多增 派生存款增加 今年以來 金融機構相應增加了貸款投放 尤其是中長期貸款和票據融資投放較多 今年上半年 人民幣各項貸款新增6.56萬億元 同比多增5371億元 其中 中長期貸款新增3.67萬億元 同比多增3848億元 票據融資新增8692億元 同比多增6256億元 增幅巨大 姓崇誠表示 第二 中長期貸款增加說明投資持續增加 說明經濟增長潛力再逐步發揮作用 而票據融資反映了企業短期融資的活躍度 第二 降準提高了貨幣承數 增加了貨幣供給 今年2至6月M2貨幣承數連續4個月上升 由2月的4.21上升到6月的4.62高位 同時 降準也增加了銀行體系資金供給 銀行放貸意願上升 超雅儲比率下降 第三 降息引導市場利率下降 刺激了貸款需求 居央行統計 截至6月 企業整體融資成本為6.32% 比上年末下降68個基點 比上年同期下降85個基點 最後 今年以來 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續佔法力 財政支出增加 導致財政存款相應減少 間接增加了一般存款 不過 業內也有不同看法 摩根史丹利華欽證勸副總裁 宏觀經濟研究主管張進認為 6月份M2增速反彈一方面 源於新增信泰的牌生存款 另一方面主要是因為居民存款在季度末 特別是半年末 基於全泰比考核而回流表內的季節性因素 而由於M1增速依舊低迷 從上個月的4.7%小伏下或至4.3% 說明實體經濟的活躍程度依舊低迷 此外 將進環認為 票據融資規模增長迅速 這說明銀行通過票據融資充貸款規模的傾向明顯 銀行由於風險偏好下降 而適貸和實體經濟貸款需求疲弱的情況可能依舊存在 消商證券也在報告中提出 信貸結構繼續確化 企業中長期貸款佔比繼續下降 票據繼續衝量 反映出企業投資意願依然不足 中信見投證券認為 實體經濟走出通縮路途漫長 貨幣政策具有繼續寬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張進也表示 鑑於實體經濟雖然可能已經足底 但在短時間內缺乏向上的內生動力 他認為央行在貨幣政策方面會繼續維持 並在編制上增強寬鬆的力度 但在實施層面會從之前單純的貨幣寬鬆 轉向有規劃的配合積極的財政政策的推進 聖重誠表示 下階段 人民銀行將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 更加注重鬆緊適度和與調微調 為經濟平穩增長與結構調整提供充足和適度的流動性 編輯 韓瑞雲 如有意見或建議 請聯繫henry.com